3月20日,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靖宇出席了一個在香港舉辦的F32023投資峰會。 本次大會是由數字資產財富管理平台Reband Director組織的為其一天,與會者有來自香港的監管機構和政府官員。 也有企業、銀行、國際家族辦公室和資產管理公司以及頂級數字資產獨角售創始人等等,去正宇載會上發表了講話。下面我們來分享一下他的發言內容。 對於港府對Web3的看法,許靖宇首先表示Web3不僅僅是一個流行語或炒作,這是一種範式轉變,將改變我們在互聯網或未來元宇宙中, 與信息、價值和信任互動的方式,他有可能實現更加去中心化,高效和包容的平台和服務,從而賦予用戶和創作者權力,他還將為創新、創業和社會影響創造新的機會。 再提到香港對於在此領活的發展,具備什麼條件時,他與香港具備優勢,能使香港成為亞洲及其他地區領先的Web3酸紐,他與香港政府非常重視虛熱資產和Web3,政府高度承諾要發展該行業,並為向現有的所有從業者一樣的,在該領運充滿熱情的開拓者和初創企業提供全面的支持系統, 許正宇環表示,香港擁有充滿活力的金融科技生態系統,有超過800家金融科技公司在為市民和商界人士提供不同種類的創新和變節的金融服務,在虛熱資產發展方面。 他與政府去年發表《香港發展虛熱資產政策聲明》,列明了政府的遠景和政策方向,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將自力於營造便利的環境,並根據國際標準及時和必要地設置護欄,以減輕實際和潛在的風險,並促進香港虛熱資產行業的,可持續和負責任的發展。 許正宇環表示,政策聲明音受業界歡迎,截至2023年2月底,投資推廣數已收到超過80家與虛熱資產相關的內地和外國公司,他們都表示有意在香港設立業務。 這些公司包括虛熱資產交易所,區塊聯基礎設施公司,區塊網絡安全公司,虛熱貨幣錢包和支付公司,以及其他構建Web3生態的項目。 他們主要信問了政策聲明的實施細節,監管要求,人財入境的簽證要求,他們也信問了對虛熱資產和Web3領活的針對性支持措施等,並且探討了在香港設立企業的可行性。 截至2023年2月底,來自內地、加拿大、歐盟國家、新加坡、英國及美國等地的23家公司,向投資推廣數表示,計劃在香港開辦業務。 他們的業務領域包括虛熱資產交易所、區塊聯基礎設施、區塊聯網絡安全等。 許靖宇在講話中也談到了了令一項最新也時最令人關注的,就是為虛熱資產服務提供者建立法牌制度的問題。 他如該制度將於2023年6月開始運作,通過建立全面和清晰的監管體系, 期待更多優質的虛熱資產企業來港開展業務或或在香港尋求發展機遇。此外他還提到,香港金融管理局正在研究穩定幣的監管制度,目標是在2024年實施相關監管。 許靖宇在關於市場發展方面表示,政府改進了證券規則,允許受監管的中介機構向香港的散戶投資者提供合資格的虛熱資產期貨交易, 這使香港成為亞洲市場的先驅。他月僅僅幾個月內就有三隻虛熱資產期貨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交易了。 許靖宇在越港府正在與內地合作,在香港測試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快景支付, 而且還與多家中央銀行合作開發多個央行數字貨幣的橋接項目,以加快快景支付。此外,香港也在研究與可能發行電子港幣有關的問題。 許靖宇還表示,威脅了金融科技公司向中國內地, 東南亞以及其他地區拓展業務。 香港政府於去年12月推出社區網上平台,鼓勵本地企業將金融科技公司與本地及全球的用戶和投資者聯繫起來。 他月,目前香港數碼港已經形成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的社區,包括金融科技、智能生活和數碼娛樂等領魂的多家與Web3相關的科技公司, 因為數碼港已經關注到Web3的發展,於今年年初便成立了Web3合作Cyberport。 在金融科技人才方面,許靖宇月,今年的財政與算案提出了專上學生金融科技的實習計劃,香港及越港澳大灣區的參賽學生將獲資助。 該計劃有助於合格的學生在香港或大灣區的金融科技企業獲得實際工作經驗,也能幫助他們及早培養畢業後投身金融科技事業的興趣。 許靖宇表示,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將撥款五千萬港元,通過舉辦大型國際活動,以及廣泛的青年研討會活動等等舉措。 來加速Web3生態的發展,讓業界和企業更好地把握前沿發展,促進開界別業務合作,準備工作正在如火如土地進行中。 最後太月,Web3生態系統是一個緊密結合的網絡,由廣泛的服務提供商和開發商共同努力,將香港所倡導的創新與傳統金融聯繫起來。 雖然政府會致力於營造一個有利於Web3的環境,使業界得以蓬勃發展,但也希望更多的專業人士充分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香港發展。 借你收看收聽年金方節目,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